这次来带您关注发生在昨晚 瑞士规模6.3的强震 这镇阳就位在花莲县瑞瑞乡 结果当地的民众形容说 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因为当时摇晃得很厉害 上下又左右的房子好像都要倒了 人也都站不稳 而且处处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是躲门而出来逃难 尤其小孩子吓哭 看到老人家也都是吓得瘫坐在地上 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校的部分 很多东西都砸落下来了 就连五金行也是一片狼藉货品都掉满地了 因此被当地民众形容简直就像是 发生了世界末日 花莲市一间法廊外头墙住瓷砖 整面剥落 正在烫头发的客人也吓到跑出来 有吓到 我们啊 赶快冲出来 客人吓到有些惊慌失措 就连法廊整间窗户玻璃全都掉落 一堆碎片几乎铺满地 服务人员赶紧清理 另外在花莲迷离路上一栋公寓大楼 在地震当下发生瓦斯外泄 住户紧张的赶紧报警 刚刚就是那个地震在摇的时候 可能是那个瓦斯的管线啊 可能有脱落吧 疗下来是不是 疑似因为地震摇晃太大 导致瓦斯管线脱落 散发出的异味瞬间吓到附近住户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除了花莲市灾情不断之外 东华大学的图书馆天花板书架也全都掉落 书本掉落一地 目前暂时封闭 包括台11线天响一带部分山区有落实崩塌情形 尚未完全恢复 民众交通行驶情绪特别谨慎 记者廖卫林阿布斯花莲采访报道